第178章 驻梦公司 27 检验流程和打卡流程一样 只需要将花盆放在打卡机器上 机器会准确给出是否合格 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快捷办公 员工 苏敏仁 梦想种子培育状态 优秀 第一周期培育检验 合格 恭喜您完成第一周期培育 接下来请再接再厉 祝您早日梦想成真 早日梦想成真 银苏无语 他也要知道梦想是什么 在孙主管想要yes人的视线下 银苏大摇大摆离开打卡房间 那轻快的步伐证明他此时心情还不错 银苏是觉得要是有平优环节 自己这样努力工作的员工 肯定能凭上优秀员工奖 玩家们陆续进行检验 有人合格 自然有人不合格 与合格的玩家不一样 不合格的玩家会多显示一栏 营养不足 XXML 第一天很多人都没获得足够的营养液 应该是差的营养液 不合格是不是要被淘汰 按照常规设定很有可能 梦想种子的几个周期 就是很好的淘汰周期 可这是死亡副本 那不是死得更快 可能是这位玩家的话过于实诚 把所有玩家都干无语了片刻 随后有个玩家声音滴下来 透着几分绝望 这才第三天 我们真的能离开这个副本吗 我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谁知道这么倒霉被拉进死亡副本 努力想办法存活还有机会 摆烂那就是死定了 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们真的不害怕吗 死亡副本根本就没给玩家留活路 他就是想让我们死 不是有人通关了 我们能和人家比 玩家们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0101这种编码的内测玩家 根本不是他们能比的 在玩家们忐忑不安的等候中 检验总算结束 孙主管面带微笑的开口 恭喜大家通过第一周期检验 没有通过的也不要气馁 只需要在今天结束前补足营养液 就不用提前离开公司 检验不合格的玩家并不多 因为大部分不合格的都已经死掉了 不合格的玩家差的营养液也不多 稍稍找个NPC帮下忙 或者对自己狠点 自己放点血 完全可以补足 被判定不合格的玩家们 显然都想到了办法 提着的心也总算放下来 NPC那边也有少数几个不合格 他们显然也有办法解决 都不见着急 银苏怀疑这些NPC的工作 更容易获得营养液 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相残杀 也没有对玩家下手 这不是游戏给他们开小灶 还是能是什么 银苏曾经试着跟他们聊过 可惜人家什么都不说 不然就开始反向套他的梦想 公司为大家准备了 第二周期的初始营养液 已经放置在房间里 那么接下来也请继续努力 孙主管并没有太多废话 很快就结束讲话 有第一天的经验 玩家都知道初始营养液的重要性 所以孙主管一说可以散了 所有人同时往楼上奔去 电梯被人站满 其余人便迅速转站楼梯 坐鸟兽散的场面颇为震惊 然而他们还是晚一步 没开二度 房间里的营养液还是不见了 有人怀疑是他们的NPC室友偷走的 然而有的NPC走在他们后面 也没有拿到营养液 和他们同款苦大仇深 骂骂咧咧咧 显然除了NPC室友 还有别的东西会偷营养液 深夜 尹苏悄无声息走过走廊 在他即将接近电梯的时候 看见电梯门那儿站着一个人 那人转头看过来 是一张他完全没有印象的脸 尹苏脚步一顿 想等对方离开再过去 然而那人等的电梯开了 他却没有进去 而是在电梯内倾泻出来的 惨绿灯光映尘下 微笑着开口 晚上好 苏敏人 银苏 银苏吸口气 快速朝着他走过去 在对方逐渐扩大的笑容下 伸手就将对方推进 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内 那人踉跌跌进去 错愕地扭头看过来 电梯门缝隙中 女生抬手冲他挥了挥 轻软的声音穿过黑暗和门缝 清晰落在他耳畔 晚上好 前后不过一两秒时间 那人反应过来 立即想伸手挡住电梯门 然而 电梯内的植物 已经迅速缠绕住他四肢 将他拉离电梯门 鲜血飞溅而出 电梯门彻底关闭 最后一缕惨绿灯光消失 银苏盯着紧闭的电梯门 前两天 可没有这种打招呼的陌生人 难度再提升啊 而且大半夜的 还有陌生人出现在公司 这是安全事故吧 银苏心冲冲地去找孙主管 张口就说 孙主管孙主管 我在公司里 发现了陌生人烟 孙主管怨气很大 额脚上轻轻爆起 牙齿磨得嘎吱响 从牙缝挤出几个字 然后呢 YESLA 银苏捂着脸怪笑起来 大晚上的 公司出现陌生人多可怕 我当然要为公司 除害守护公司安全 是每个员工 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孙主管 你他妈才是那个汉 废物 废物废物 一群废物 银苏笑完继续说 大晚上还有陌生人出现 孙主管你的管理能力 是不是不行了 你当初到底是怎么 当上主管的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而且这么多天 我也没看见哪有保安 保安不会是在偷懒吧 你都没有发现吗 你怎么管理员工的啊 不行 不好 这几个词来回往孙主管脑门上砸 孙主管契机攻心 几乎是咆哮着打断银苏的话 你没见过 不代表人家不在公司工作 银苏挑眉 哦 他们在哪里工作 我都来公司这么久 还没跟他们打过招呼呢 这多不礼貌 孙主管 孙主管瞬间冷静下来 冷声道 你现在只是一个实习员工 不要过问不该问的事 好吧 银苏这么好说话 孙主管眼神顿时古怪起来 并警惕地往后退 然而他还是退慢一步 被银苏给抓住 冰冷的尖锐物抵住他驳梗 银森森的声音响起 孙主管 我有个小忙 想请你帮助一下 第179章 住梦公司28 将其按在门把手上的手钢用力 门咔嚓一声打开 他和里面的人撞个正着 一手抱花盆 一手拿断手的银苏 将其 双方这个时候撞上 气氛莫名尴尬 一时间谁也没讲话 我听见里面有动静 将其先退开 与其平静 礼貌地解释一句 不知道是你 银苏也不在意 随便 嗯 一声 拎着手就跑了 将其沉默下 选择跟上去 银苏按开电梯 将断手贴到电梯按键上方 然而电梯并没有什么反应 银苏思索下 换到其他电梯里 可惜都没有反应 难道要活的 苏小姐 你在做什么 将其站在电梯外 看银苏气定神闲地 站在那一堆植物中 植物处须 正迅速往他脚下延伸 他看上去 一点也不担心那些植物 整个人被郁郁葱葱的枝叶围绕 从枝叶透下来的光 将他的脸也映成一种惨绿 整个人看上去格外阴森诡异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他进去 将其都会觉得这是个怪物 银苏踩住身过来的植物处须 若无其事地踏出电梯 找其他同事啊 昨天加班的时候 孙主管用电梯 将他们带到别的地方 将其也觉得公司还有别的空间 今晚特意出来找找 没想到和银苏撞上了 这是孙主管的手 嗯 将其沉默地看一眼那只手 面上没什么变化 没用 银苏看下手里的手 耸下肩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 都怪孙主管不配合 不然我也不用砍他的手 孙主管人呢 银苏的诡异沉默 让将其心底有种不好的猜想 他不会把孙主管给干掉了吧 白天在试试 将其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玩家 沉稳地提出可能性建议 也许有时间规定 银苏也想到这个 毕竟深更半夜不是上班时间 可是这手怎么办 扔进宫殿 饿死鬼吃完都不涂骨头 银苏犯愁地瞪着断手 好一会儿垂头丧气地拎着断手 往大树那边走去 将其站在原地愁愁半分钟 最终选择跟上银苏 苏小姐 你知道这个副本是死亡副本吗 玩家都传遍了 如果我不是笼子的话 那应该是知道的银苏跳上树坛 居高临下看向江琪 对她这个问题有些无语 江琪微微仰头 微弱的光线 须须地勾勒出男人的轮廓 优坛式的同谋 凝视上方的女生 苏小姐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担心有什么用 能帮助我离开副本 还是能让我保命 江琪审视她片刻 你心态很好 银苏轻飘飘的声音落下 你也不错啊 被无数次摧毁又重建的心态 还不坚强怎么行 银苏将断手扔在脚边 摸出一把电锯 江琪眸光微闪 她有空间道具 下一秒 江琪声音突然拔高一度 你干什么 我觉得这树风水不好 影响公司发展 银苏打开电锯开关 在温温声中笑道 我要砍了她 江琪 她这不是心态好 这是疯的吧 江琪根本来不及阻止 那把电锯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道具 靠近大树直接进去一半 再下一秒 大树在电锯声中轰然倒下 江琪 江琪浑身警报拉响 警惕地听四周的动静 然而四周一片安静 什么事都没发生 银苏皱眉 不是树的问题 那就是 银苏低头看脚下踩着的泥土 江琪向来平稳的心跳 此刻有点不受控制 然而还不等她心跳平复下去 银苏又摸出锄头 开始挖树根 四周虽然一片安静 但江琪不敢放松警惕 随着银苏越挖越深 她眉头也越皱越深 这个玩家 江琪不知为何 想起上一个死亡副本 于云最后给的名字里 有一个叫苏善的玩家 全国范围内 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 他们进行筛查后 甚至找出一个同名同姓的玩家 但是调查局情报系统 很快就排除所有比较符合的人 确定这个名字是个假名 第一个死亡副本 目前他们没找到 另外通关的那两个玩家是谁 因此第一个副本 几乎没什么线索 善 敏仁 同样的死亡副本 加上他面对死亡副本 游刃有余的态度 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来 江琪目光落在女生口罩上 最终压下心中的疑惑 发现什么了 没有银苏几乎已经挖到底部 他抓着一把土举起来 只有土 银苏将树根彻底翻个身材作罢 从挖出来的坑里出来 做到还没他的树坛上 清理手上的泥土 江琪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要砍他 谁让他长得比我的梦想种子好 江琪在短暂的震惊后 很快就想到 可能是银苏不想说 随便扯个离谱的理由 敷衍自己 人家都敷衍到 让你知道他在敷衍 那就是摆明告诉你不想说 江琪便识去没在追问 啊 惨叫声从楼上突兀的响起 银苏和江琪同时抬头去看 然而除了走廊 看不见什么东西 完全无法定位声音 是从哪个位置传来的 就在那一声惨叫后 很快各个楼层都响起声音 惨叫声 开门声 奔跑声 安静的环境瞬间热闹起来 啊 滚开 救命 江琪顾不上银苏 台步就往楼梯方向走 银苏抄起地上的花盆和断手 跟着上楼 二 三 四楼都没有问题 但是上到五楼就发现地上有血迹 还有掉在血泊里的植物处须 不要 啊 有人从楼梯上滚下来 将其顺手拦住对方 将他扯到身后 楼梯上方 下半身植物化的怪物挥舞着藤条锥来 银苏都没看见江琪动手 他只是看对方一眼 那怪物突然就像是被钉住 随后 砰的一下炸了脑子 银苏 银苏又开始嫌弃自己 那没有任何攻击力的天赋技能 第180章 驻梦公司 29 将其不做停留 继续往楼上去楼道里 不时有奔跑过来的玩家 和追来的怪物 将其遇见会顺手解决他们 银苏跟在江琪后面 看他抱了一路的脑子 顺便给饿死鬼捡点吃的 将其直奔13楼 走廊上有一个怪物 正扑在一个玩家身上撕咬 怪物身上长出来的植物根筋 爬满整个走廊 将其往1306那边走 看都没看到怪物 当他靠近怪物的时候 怪物当场抱了脑袋 将鱼血将手中的刀子 捅进怪物心脏处 怪物异化的藤条 缠绕在他脖子上 无数的藤条 正封紧他的嘴巴和鼻子 想让他窒息而亡 将鱼血憋红一张脸 又用力捅了几刀 砰 将鱼血听见串门的声音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想要闯进来 他感觉到缠在脖子和嘴上的 藤条力气在消失 他最后用力一捅 刀子插进怪物身体最深处 怪物彻底断气 倒在他身上 就在此时 压在他身上的重量一清 将鱼血下意识挥着刀子 就刺了过去 手腕被抓住 按在旁边的地上 将其那张脸 出现在他微微放红的视野里 看清是谁 将鱼血浑身力气一松 将鱼血抹一把脸上 黏糊的液体 被恶心得够呛 他蹭的一下坐起来 扯掉脖子上还缠着的藤条 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将其扶着他拍了拍后背 受伤眉 将鱼血喉咙很痛 他只是摇摇头 眼尾溢出一点泪花 不知是痛的还是因为害怕 但很快被他憋回去了 将其将他拉起来 你的室友呢 将鱼血声音嘶哑 不知道 我被攻击的时候就没看见 地上的怪物只一画了四只 上身躯干和脑袋 都还保持人的模样 并不是他那个室友 将其此时才有时间 仔细观察地上的怪物 认出地上的怪物是谁 是第一天没完成登记的玩家 将鱼血低头去看 好像是有点印象 他们去了十四楼 可是十四楼好像不存在 他们这几天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晚上会突然攻击我们 因为第二周期开始 难度提升了吗 玩家死后会异化成人形植物 可是他们应该没有梦想种子 也会异化 将其带着将鱼血出门 准备去找杜夏和炎原青 刚走到门口 就见一个怪物 从门前扒爪于时的风跑过去 他们还以为是怪物在追谁 谁知道又是一道身影 从门前跑过 留下一阵风 声音远远传回来 你等等我 别跑别跑 我没恶意啊 将鱼血 将棋 将鱼血忍着咽喉处的疼痛 咽一口唾沫 色声问自家大哥 他是在追怪物吗 将棋 如果他们眼睛都没问题的话 是的 玩家被怪物追得四处逃窜 到他这儿可好 追着怪物到处跑 将鱼血眼底的震惊 无法散去 呢喃一声 看来我还有得学啊 江棋 你要学什么 学他追怪物跑 鸚素没多大一会儿就回来了 左手抱花盆 右手拎断手 从走廊那头大步走来 翻飞四周的阴影仿佛都活过来 轮位他的陪衬 姐姐 你好厉害 将鱼血看银素的毛子都在发光 不过你追他做什么 想问问他在哪工作 银素叹气 可惜他不太友好 一点同事情意都不顾 将鱼血眨下眼 耳边听见下面有人在惨叫 他试探性开口 姐姐为什么不去问问别的同事 也许他们有好一点呢 银素不介意将鱼血的小心思 反而像看一个人才 抬手就拍在他肩膀上 你说得对 然后转身跑了 江棋眉头微醋 余光扫向江鱼血 江鱼血只觉得肩膀冰冷到僵硬 他艰难地问江棋 他刚才拍我的 是谁的手 孙主管 孙主管的手 他拎着孙主管的手到处跑 江鱼血一时间不知道 哪个更离谱 江棋觉得被NPC断手拍一下 不是什么大事 反而更在意另外一件事 你刚才在利用他 江鱼血 江鱼血短暂沉默后 低声说 下面有那么多玩家 姐姐想要抓怪物 我只是提个建议 也许他们有活命的机会 江棋抓着江鱼血肩膀 将他转向自己 微微俯下身 冰冷的声音里都是警告 他不是学校那些学生 能随便被你几句话支配 不要自作聪明 随便利用他 小心自食恶果 苏敏仁这种不太正常的玩家 翻脸比翻书还快 谁也摸不透 他们是怎么想的 江鱼血有些苍白的唇 轻微站立 几次张合 但最终没有说话 江棋让江鱼血去看他同学 他去解决 正从楼道口爬出来的怪物 于寒秀的房间里 并没有怪物出现 因为动静很大 他早就行了 但也不敢出门查看 直到江鱼血来找他 才敢和他一起离开 江棋带着两人下楼 中途遇上颜元清和杜夏 便将两人交给颜元清看护 他则带着杜夏迅速往楼下清扫 银苏已经扫荡过一遍 只有灵性的漏网之鱼 但让江棋觉得奇怪的是 一路过来只看见血迹和满地的粘稠之夜 并没有看见怪物尸体 怎么怪物尸体都不见了 杜夏抬手将一只漏网之鱼 劈成焦炭 有头问江棋 连玩家的尸体都不见了 我先前还看见过 江棋 他觉得尸体消失和苏敏人很可能有关系 这个猜想有点离谱 江棋也没说出来 继续往下 楼下的惨叫声在减少 四周正在逐渐安静下来 两人一路清扫到五楼 又越色了两个怪物 就下几个被怪物追杀的玩家后 江棋总算看见银苏 雨声站在走廊里 风衣随意散开 上面既有鲜血 也有怪物的绿色之叶 他正用不知道哪里来的衣服 擦着手中的钢管 身后站着几个狼狈的玩家 正一脸讨好的看着他 苏小姐 有人玩家提醒银苏 是那几个共享线索的玩家 第181章 住梦公司 三十 银苏往那边看一眼 见是江棋和杜夏 又不在意地收回视线 将玩家手中的断手拿回来 随意打发他们 好了 别跟着我了 回去睡觉吧 不是 苏小姐 这谁睡得着啊 玩家们欲哭无泪 今天晚上突然来这么一出 谁还有心情睡觉 他们不应该讨论一下 今天晚上这出是闹什么吗 银苏看下被怪物同事们 搞得脏兮兮的走廊 真诚提议 那不然你把楼层打扫打扫 那还不如回去睡觉 几个玩家一步三回头 上楼的上楼 回房间的回房间 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江棋朝着那边走过去 江哥 杜夏惊恶 他犹豫下留在原地 没跟上去 不想和人交流 更不想和封批玩家交流 怕被坑 苏小姐 你没事吧 头顶一盏微弱的灯亮着 惨白的灯光 将女生的身影 投在旁边的墙上 模糊成一团阴影 阴影的主体缓缓开口 没事 江棋大概也看出 他确实没什么事 便顺着往下问 苏小姐可有看见怪物尸体 被我热情的朋友 请去做客了 江棋明显愣了下 他本没抱什么希望 谁知道他居然回答了 不过 热情的朋友指什么 天赋技能还是某种道具 不管是什么 弄走那么多尸体 都很奇怪 苏小姐应该发现 刚才那些怪物 是第一天未登记的 那些玩家了吧 嗯 那刚才苏小姐 有问出什么吗 提到这个银苏就气闷 这些植物化的玩家 比正常NPC还要没用 一问三不知 江棋也说了下 自己的发现 那些植物化的 怪物尸体心脏处 有一颗种子样的东西 最容易S 这些怪物的办法 就是捅心脏 当然像他那样 直接抱头也行 最后 江棋伸出手 神态肃穆 正式认识一下 我是竞技调查局的 总队长 江棋 怎么突然 就直接报身份了 银苏打量他两秒 总队长 总队长 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儿啊 江棋觉得 自己的名声 还是挺大的 但他好像 没听过自己似的 银苏半嗓 长才伸手和他握一下 问出他很早就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会进这个副本 将其省略掉部分信息 简略说道 住梦公寓有点异常 我们来查看的时候 被意外拉进副本 银苏想起之前 金属鸟人 被竞技调查局追捕的事 他还有个同伙 肯定是落在调查局手里了 他们应该也是得知线索后 前来住梦公寓 然后副本突然开启 银苏好奇 那你们调查局有预见过 这样新老玩家 混合副本的情况吗 江琪 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 至少在他们的情报系统记载中 没有相关情况 气氛突然沉没下来 过了一会儿 江琪突然开口 苏小姐有想过合作吗 合作 迎苏摇头婉拒 不必吧 苏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死亡副本难度过高 合作会提高存活几率 当然 苏小姐如果有别的要求 也可以提 本来不是很感兴趣的银苏 明显有点兴趣了 别的要求 是的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江琪 无法看见他脸上的表情 只能从他眼睛去判断 增加更多能打动他的有利条件 现实世界里的要求也可以 只要我们能出去 不管他是不是他推测的那个玩家 他的实力都在那里摆着 要是能让他加入调查局 就再好不过 银苏 竞技调查局应该能帮他上学吧 什么都可以 稳定住处有了 是时候想想学业问题了 只要是合规的要求 都可以将其可能是怕银苏 提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特意加上一句 为上学范畴的倒霉蛋 清下嗓子 如果我说 我想去兰江大学上学呢 恢复学籍什么的 他根本没考虑 毕竟同届同学虽然都已经毕业 但万一有人考验独博呢 他要怎么跟人解释 消失的这五年 说他被人贩子卖到山区待了五年 还是说在游戏里被困这么久 他怕被人拉去解剖 就算不会 也会惹来许多麻烦 他曾经在游戏里 无限回荡这件事 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银苏决定 用别的身份去上学 就算被认出来 也可以一口咬定 对方认错人了 或者编个亲戚妹妹 什么的身份 这是他让康迈先生 帮他搞个身份的时候 就想好的 这算什么条件 江崎大获不解 但面上没有半点表露 蓝江大学三年前 设立了特殊专业 加入竞技调查局的玩家 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去进修 我只是想上普通专业 谁知道这破游戏 会不会像降零食那样 突然消失 那他总得有门手艺 养活自己吧 他们现在所获得的力量 道具都是游戏给的 他想收回 谁又能拿他怎么样 以后他拍拍屁股走了 万一还收走玩家的 道具和能力 那他岂不是最后 落得连个学位 都没有的倒霉蛋 这不行 只有知识和学位 是自己的 江崎沉默下 道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出去后 我会想办法给你安排 我怎么相信你 江崎拿出一张 很普通的A4纸 这是A级道具 合同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内容 都会被游戏抹杀 A级 银苏还没见过A级道具 他好奇地盯着那张纸 观察好一会儿 行吧 不过合作就不必了 我可以保你不死 江崎 杜夏跟着江崎上楼 满脸的震惊和不解 江哥 他真答应了 嗯 杜夏继续震惊 就提了一个 去兰江大学上学的要求 嗯 就为这个 您还使用A级道具 那玩意用一张少一张 杜夏更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 会用这种道具 那根本就不是谁 在游戏刚降临那一年 那些有点实力的玩家 很膨胀 加入竞技调查局提的要求 过分且离谱 甚至有棒锤提出 想要当市长 这种不切实际的白人梦要求 就算后面 他们邀请到的一些实力玩家 也会提一些增加实力 或者更现实的要求 就连一些兰江大学的学生 在成为玩家后 也会直接荒废学业 依靠游戏获取地位和钱财 谁没事提一个 去兰江大学上学的离谱条件 他不会是逗您玩吧 杜夏想到一个很可怕的可能 将其语气笃定 他说的是真的 杜夏 杜夏不理解 杜夏不明白 果然他和疯子之间有弊 第182章 祝梦公司 31 晚上的动乱 造成大部分玩家都没休息好 特别是新人玩家 个个顶着黑眼圈 结果下楼就发现 被刨出来的大坑 以及被人砍断的大树 郁郁葱葱的叶子 外面一圈 已经变成枯黄色 昨晚怪物干的 那整齐的切口 明显是机器造成的 也不像是怪物干的 问题是 谁会没事 把这树给砍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一个晚上过去 除了昨晚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怪物 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好像这只是一棵普通景观大树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银苏也觉得奇怪 万物鉴定到目前位置 还没出过错 那问号是白打的 银苏吃完早餐出来 遇见泥江 他捂着眼睛 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瞧见银苏赶紧跟上来 苏小姐 昨晚你下去救人了吗 没有 可是李大哥说 昨晚有玩家被他救了 银苏不知道是哪个在说谎 但也没在追问 而是说起 昨晚玩家被攻击的事 昨晚也不是每个人 都遭受了攻击 只有部分玩家被攻击 像银苏就没被攻击 而被攻击的玩家之间 没有共同特征 有新玩家 也有老玩家 有检验合格的 也有检验不合格的 有NPC室友在房间 也有不在房间的 仿佛只是怪物随机作案 应该是污染李江吸了吸鼻子 声音闷闷的 昨天有很多玩家 都处于被污染状态下 就好比一个人倒霉 就更容易见到脏东西一样 怪物会优先攻击污染重的玩家 银苏 你没被污染 李江摇摇头 并时尝道 我有一个道具 可以屏蔽污染 银苏笑出声 你这么告诉我 不怕我抢你 银苏 啊 一生 抢不走啊 那是绑定道具 我也算也不会掉落 银苏 大部分道具都没法绑定 玩家可以相互转让 抢夺 但绑定道具不行 除非绑定者死亡 否则道具不会解除绑定 可另外一个问题 是绑定者死亡后 道具会直接被游戏回收 玩家捡不到落 而绑定道具 一般代表不限次数 不限副本 因此即便等级不高的绑定道具 也颇受欢迎 今天早上怎么没有肉丸子 中午的时候早点来 看能不能抢到 几个玩家结伴 从他们旁边过去 嘴里讨论的是食堂提供的肉丸子 那丸子真好吃啊 提到肉丸子 他们似乎就能想起那诱人的香气 口腔里开始疯狂分泌口水 而且吃了肉丸子 可以直接放自己的血 不用担心失血过多 起初玩家以为肉丸子只能清除污染 但一些吃过肉丸子的新人玩家 被逼着放血后 不过两三小时 脸色就恢复了正常 但他们现在得搞清楚 今天具体需要多少毫升的营养液 黎江盯着那几个玩家的背影 苏小姐 你觉得那些肉丸子真的没问题吗 银苏神色淡淡 反正我不吃 黎江点头附和 嗯 我也觉得不能吃 可是对于一些玩家来说 他们根本抵不住那些肉丸子的诱惑 而且不吃 污染逐步加重 可能死得更快 黎江叹口气 眼泪随着那口气落下来 整个人都透着一种脆弱 银苏憋了一会儿 还是憋不住 你打怪物的时候也这么哭吗 想想一个长得乖乖巧巧的小姑娘 一边打怪物一边流眼泪 那画面的多难以描述啊 啊 黎江显然对这个问题也很苦恼 有时候打着打着就会流眼泪 我控制不住啊 而且眼泪会模糊失线 影响我判断 好几次都差点被怪物打死 你在现实世界也这样 没有这么严重 黎江挠下头 可能是我天赋技能的副作用 进入副本 这情况就会加重 银苏也不好打听 他的天赋技能是什么 跳过了这个话题 和黎江分开后 银苏去三楼做健身锻炼 他发现锻炼项目难度提升了 他做的这个项目之前有人做过 难度很低 但是今天明显不一样 而且很多玩家都是灰头土脸的从房间里出来 显然也被折腾得不轻 不过依旧没有人直接死亡 看来难度是随着每个周期提升 那四楼获取营养液的任务难度应该也会提升 果不其然 四楼任务难度都有所提升 前两天做过的任务攻略 只剩下参考意义 完全照做只会死路一条 银苏今天没看见万经理 问那个发任务的NPC 他说他也不知道 银苏找一圈 总算在一楼找到万经理 万经理看见他就想跑 银苏几步追上去 拦住他的去路 万经理看见我跑什么 银苏目光落在他身前的名牌上 眸光微微一亮 惊喜到万主管 哇哦 你升职了 恭喜恭喜啊 万主管 升职还不是要面对你 你绷着脸做什么 升职你不高兴吗 笑一笑嘛 俗话说 笑一笑十年少 万主管面部肌肉颤动 最终唇角还是缓缓上扬 拉扯出一个僵硬的 比哭还难看的笑 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我没看见你 还以为你耶瑟那银苏笑出声 你看我多担心你的安危 万主管 他是担心自己耶瑟来不及补刀吧 银苏感叹道 要不是我帮你干掉孙主管 你今天可当不上主管万主管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我谢谢你全家啊 因为银苏这个刺头 一点也不想升职的万主管心底骂骂咧咧 嘴上却很礼貌 谢谢 如果他脸上和眼底没有争鸣的神色 那这也是一个真诚的胆谢 银苏大度摆手 客气 都是同事 所以 你有什么事 没事 还不能找你说说话 升职了 我不配合你说话了 做领导要有亲和力 这样才能让员工更好地配合完成工作 我说为你好 你这是什么表情 第183章 驻梦公司 32 银苏教授 玩玩主管当领导的经验 打算回房间 拿前任主管的断手 去试试电梯 谁知道他刚出电梯 就看见江琪 站在他房门外 江先生 银苏挑眉 江琪礼貌汉手 你要去试试那只断手吗 银苏看他好几眼 最后打开门 将断手拎出来 和江琪一起进入电梯 断手贴在按键上方 并没有任何反应和声音 不过电梯门徐徐关上 在他们没有按键的情况下 开始下行 两人都没讲话 安静地站在电梯里 中途没有任何停留 直到电梯停下 电梯门往两边退开 外面不是上次那种房间 而是一条走廊 极远一盏的B灯 散发着比两块钱小夜灯还微弱的光 空气中有一股难闻的恶臭 电梯里的光延伸出去 能看见外面的地面上有血迹 干涸的 新鲜的 混在一起 整个走廊昏暗阴森诡诀 令人心底发毛 银苏走出电梯 先摸出手电 手电电量不是很多 光线不足 银苏习惯性拍一拍 顿时亮了不少 不仅是地面上有血迹 两边的墙上也有各种血迹 还怪恐怖的爱银苏泽一声 声音里听不出半点恐惧 他拿着手电照一圈四周 电梯出来的左边是一堵墙 只有右边能走 走廊很空旷 光线所及之处 没发现什么东西 两人一前一后顺着走廊走 脚步声回荡在黑暗中 腐臭的冰凉气息 凝绕在他们四周 这里污染值很高 江琪突然出声 苏小姐你小心被污染 银苏扭头看他 光束落在他手上 那是一枚像指南针的东西 道具 嗯 银苏突然问 你们是怎么在现实世界里 确定谁是玩家的 也是靠这个道具 他记得当时那的调查员 用的工具不是这个 但他确实提到了污染值 然后就判定他是玩家 江琪不知道 银苏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 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直接说到 是利用这个道具改装的设备 进入过副本的玩家身上 都有一定量的污染值 玩家身上的那点污染值 不足以影响到玩家 但是从污染值 就可以轻易分辨出 玩家和普通人 这样啊 银苏没再问别的 两人继续往前走 直到在走廊尽头 看见一扇门 银苏不管不顾地推开门 门内的光线要强一些 至少不用手电筒加持 也可以看清整条走廊的情况 在走廊尽头依旧是一扇门 但是这条走廊两侧 有许多人形植物 它们注立在灰色花盆里 繁茂的枝叶间 开着不知名的小花 银苏绕着其中一株 人形植物转一圈 摸着下巴问江琪 你说这是不是人变的 江琪不能确定 但觉得银苏离他太近了 很危险 苏小姐 你还是离远一点吧 江琪的话音刚落 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NPC站在那边 瞧见有人 瞳孔一缩 随后猛地惊声叫道 你们是谁 银苏不慌不忙地看过去 声音平稳从容地呵斥对方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工作时间大喊大叫 像什么话 NPC像是想起什么 猛地捂住嘴 声音压低不少 但语气里还是质问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下来的 我是新上任的主管银苏说的随意 仿佛真是新上任的主管 对他刚才的行为表示极大的不满 没想到这里管理如此松散 见到人就大喊大叫 也不知道孙主管是怎么做的事 江琪 NPC明显被李直气壮的银苏 给震住了半嗓才喃喃一声 换主管了 今天刚换的 你还没接到消息 在NPC摇头中 银苏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语气里带着几分轻面 你不知道正常 你猜什么级别 NPC NPC往他胸前看 可能是想看名牌 确定他的身份 看什么 银苏丝毫不触 反而阴森开口 眼睛不想要了 NPC哆嗦一下 态度明显谦卑不少 试探性的开口 您这个时候下来 是来视察的吗 银苏冷笑 不然呢 看你大喊大叫 江琪看着前面 背着手的银苏 以及跟在旁边 头也不敢抬的NPC 神情还有点恍惚 他们怎么就光明正大 开始逛起来了 底下的NPC 显然没有上去过 根本不认识银苏 甚至不认识万经理 银苏说他姓万 那个NPC跑去跟人确认 确实换了主管 而且新主管就姓万后 就姓了他的鬼话 他们此时所在的走廊更明亮 而且走廊变成了透明玻璃 玻璃内有的满是植物 有的则放着各种各样的机器 像一个实验室 里面有穿着白大褂忙碌的身影 江琪甚至看见几个熟悉的NPC面孔 他起初还担心他们看见 但很快就发现 这些玻璃似乎是单向玻璃 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 这怎么回事 银苏站在一面玻璃前 看着里面大片枯萎的植物 眉头紧皱 一副要问罪的架势 NPC脸上明显闪过一丝畏惧 连忙道 这我们也 还在查原因 您放心 今天之内肯定会将报告给您 银苏瞥他一眼 冷声骂 废物 NPC不敢顶嘴 低眉顺眼地在前面带路 万主管 您这边请 再往前走 玻璃内的场景就变得恶心起来 那是血肉和植物结合的恶心怪物 银苏在一个玻璃房内 看见无数根筋交缠着一个人 从他的四肢 胸腔 头顶长出无数的枝条 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 那个人居然还活着 胸口有轻微的起伏呼吸 NPC却在旁边满脸痴迷 梦想是最好的养料 您看他多美啊 这是最接近完美的作品 他很快就要成熟了 真美啊 这就美了 银苏打断NPC的自我沉迷 你们如果给我的是这样的东西 我看你们也没活着的必要 NPC吓得一下美不起来 哆嗦开口 万主管 他 他真的已经接近完美了 银苏盯着里面的东西 阴森森地蹦出两个词 接近而已 第184张驻梦公司 33 胆战心惊的 NPC大气都不敢喘 带着他们参观一圈后 将他们带到主管 办公室 银苏很自然地坐到老板以上 行了 你先出去 好的 NPC逃一班离开房间 江琪确定 NPC走远 苏小姐 你这样很危险 冒充NPC没被发现还好 被发现的下场可就不太好看了 怕什么银苏开始翻桌子上的东西 说着说着笑起来 大不了打一架 还能把我怎样 江琪 江琪没再说什么 开始在房间里找线索 然而这个房间东西虽多 但大部分是无用之物 两分钟后 银苏总算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一张进度表 进度上的内容不是很多 一眼就能扫完 第一周期萌芽期三天 完成 检验合格梦想种子 228 损耗 132 负责人 孙 第二周期展页期四天 5 第三周期开花七两天 5 第四周期结果七一天 5 这玩意也就让他知道每个周期的具体时间 银苏拿着进度表范畴 主管办公室线索这么少的 江琪不知道从哪找出来一张初始营养液表 营养液用量翻倍了 银苏在表格第一列看见自己的名字之前 他每次只需 要100 ML但现在变成了200 ML一天则需要600ML乳 我后面按照周期继续翻倍 这个数字还是挺可怕的表格上最多的一个玩家 一次就需要800 ML这除了杀玩家或NPC 根本没有别的办法获得这么多的营养液 需要的营养液越多 那么玩家为了保命 自相残杀的情况就会越严重 银苏摇头叹息 这个副本的NPC比玩家多出将近两倍 如果玩家一开始就团结 将这些NPC全部控制起来 那营养液的问题根本不用担心 玩家不会团结 表面上的团结很快就会被游戏设下的各种陷阱击溃 人心是最复杂的东西 让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玩家完全团结在一起根本不现实 所以是如果麻银苏话语一顿 若有所思的问 你们竞技调查局不是应该救玩家吗 他还以为竞技调查局是那种 竞副本就会立即拿到话语权的人 将玩家团结起来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玩家存活率 谁知道他们只负责共享线索 碰上能救人的时候才会救 不会特意去帮助玩家 将其 我们保护的是现实世界的普通人 银苏 可是他们被游戏选中前 也是普通人啊 将其的声音有些无情 从他们进入游戏开始 就不是了要么死 要么成长为真正的玩家前者 可以救一次 但是能一直救吗 后者 他们本身就有活下去的本事和毅力 他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为这类人提供一些帮助 就足以让他们通关副本 调查局的成员不是神 做不到两者兼顾 我们只能选择一方将其声音略低 所以我们选择保护现实世界的普通人 他们可以牺牲在保护普通民众的道路上 但不可以死在副本人心阴暗的算计下 调查局曾经想要两者兼顾 保护所有人 然而事实证明 除了调查局的人员伤亡成倍增加外 被救下来的人基本也活不过两个副本 只有少数人能成长起来 而且副本那么多 他们也就不过来 反而是现实世界 被这些突然获得能力的玩家 搅得满城风雨 因为这些冲突事件 死亡的普通居民人数 远超进入游戏的玩家人数 你知道玩家造成普通人 一次性死亡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吗 银苏摇头 多少 将其撇他一眼 这件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他怎么也不知道 将其压着疑惑 回答他 两万人 一个村的居民 全部死亡 就因为那个玩家 想试试他的天赋技能 在现实世界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这种以命换命的方式 很快就被叫停 调查局调整了方针 只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 对玩家提供帮助 咚咚咚 敲门声打断他们谈话 银苏做回老板以上 随便将桌子上的东西整理下 扬声道 进 刚才那个NPC低眉顺眼的进来 万主管 试验区那边有新的突破 想请您过去瞧瞧 有什么好瞧的 银苏盯着NPC 很不待见他一般 就你们搞出来的这点东西 也值得我亲自去看 NPC不敢抬头一般 小声劝他 这次真的有重大突破 这关乎到咱们整个公司 万主管还是去看看吧 毕竟接下来都要您来负责 银苏似乎被NPC说动 松了口 行吧 江琪看着他起身 绕过办公桌 NPC则转身往门口走 嘴角缓缓拉扯出 一抹古怪的笑容 江琪刚想出声提醒银苏 NPC不对劲 就见他突然两步上前 拉住那个NPC 韩光从对方脖梗下抹过 NPC捂着脖子 连最后一个音节都没发出来 无力地瘫倒下去 鲜血从他脖梗流出 银苏将花盆放在NPC脖子下 还扭头问江琪 江先生 来点 我一个人用不完 怪浪费的 江琪 你这语气很像邀请人去喝点 五秒钟后 两个花盆放在NPC脖子下 银苏还有心情拿出瓶子接 那恐怖的架势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NPC 银苏确定 NPC是一滴都没了 这才面露惋惜 走吧江先生 主管体验卡结束了 江琪 走廊里 几个NPC正拿着电棍守在这里 他们盯着前面唯一的通道 等着那边过来的人 但许久没等到人 就有NPC忍不住说话 怎么会有上面的混下来 自己下来送死 正好材料不够 等会儿抓到 就把他们扔进试验区去 嘻嘻嘻有道理 上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然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换主管 谁知道 我们又不能上去 怎么这么久还没来 要不要去看看 就在NPC商量着 要不要去看看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 嗨 大家是在等我吗 第185章 驻梦公司 34 他们同时往声音传来 那边看过去 只见墙边探出来一个脑袋 对方脸上戴着口罩 但眉眼间染着笑意 黑尘的眸子里闪烁着微光 仿佛一出了点点笑意 就在他们稍微愣神的时候 墙后的脑袋已经冲了出来 银苏冲进NPC中就是一通乱S 这些NPC有点战斗力 但不多 比那些植物化的怪物好对付多了 将其本想帮忙 但他一看杀得很奇迹的银苏 沉默地将一具尸体拖到旁边 拿出空瓶开始接血 更多的脚步声从走廊一头传来 银苏扔开最后一个NPC 扒在墙角往那边看一眼 然后 转身就往前面跑了 听见无数脚步声往这边跑来的江崎 迅速将营养液瓶子收起来 跟在银苏后面离开 这些通道一个连着一个 他们不知道被追着跑到了哪里 四周都是陌生环境 根本找不到上去的电梯 他们在这边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银苏和江崎被堵在一条走廊上 银苏试着推身后的门 然后这扇门纹丝不动 完全推不开 银苏在门中间 看见一个类似刷卡用的装置 NPC们堵在他们前方 面露猙獰 咧着嘴狂笑 仿佛是在说 看你们这下往哪里跑 第一 银苏拿着一只断手 冲他们挥了挥 随后在NPC集体震惊的表情下 推开那扇门 别让他们进去 NPC们突然发狂尖叫 迅速朝着他们扑来 银苏侧身进入里面 将其紧随起后 用力将门关过去 砰 扑过来的NPC们撞到门缝上 试图将手传过门缝 手指齐刷刷被挤断 混合着血掉在地上 所有声音被隔绝在门外 银苏抬手抹掉飞溅到额头上的血 神色平静地往后退几步 门没有半点动静 显然他们打不开这扇门 暂时安全了 你刚才把这只手放在哪里的 江其说的第一句话是无关紧要的内容 他猜测他应该有空间 但他很确定 那只手不是从空间拿出来的 银苏当场给他演示 直接拉开封衣 将那只手插进封衣里面的巨大口袋里 虽然有点晃动 但不至于掉 正经人谁把断手揣怀里 将其一言难尽地移开视线 往四周看去 这依旧是一个走廊 两边都是玻璃 一边是一个类似 实验室的房间一边玻璃厚的地上 坐着一个少年 少年下半身完全异化成植物根莖 铺满整个房间 他拥有人类的上半身 只是耳朵那里长着一簇小小的金色叶子 像带了两朵金花 将他白金的脸庞衬得越发漂亮 少年发现外面有人 歪着头看过来 一双灿金的童谋宛若朝阳 清澈明亮 然而他的另一半脸上有金色的纹路 那些纹路略显猙獰 给那半张脸增添了一种恐怖感 一边脸漂亮得如同天使 一边脸却如同恶魔 你们是谁啊 少年轻越好奇的声音响起 我之前没见过你们 银苏张口就说 我们是公司新来的员工啊 你没见过我们很正常 银苏的解释似乎被对方接受了 原来是新员工啊 可是这个时候你们进来做什么呢 银苏不打反问 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少年不像其他NPC那样遮遮掩掩 或者一问三不知 他很乖巧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说我在这里才可以存活下去 我知道他们是在骗我 他们只是想要得到我的力量 将我困在这里罢了 你的力量 少年点下头 我可以实现任何人的愿望 银苏挑眉 你这么厉害 厉害嘛 少年神色低落下来 可是我宁愿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否则也不会被他们关在这里 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恶啊 银苏面露气愤 为他不平 我还以为他们是好人呢 没想到居然会干这种事 你真的是好可怜 怎么会遇上这么可恶的人呢 银苏那一份甜蝇的样子 完全把少年给震住了 似乎忘记下面要说的话 江琪也被震住了 他对NPC的热情比对他们高多了 话都变多了 谢谢你为我说话少年回过神来 露出一点笑意 以前来的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为了感谢你 你可以向我提出一个愿望 我可以帮你实现 嘖嘖嘖 又一个套他梦想的 银苏眸子转一圈 不知道想到什么主意 笑嘻嘻地问 真的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将其余光瞥见银苏 那亮晶晶的眸子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他应该没有忘记 不要对任何人说出梦想这条规则 少年声音清脆 当然 那你先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这是你的愿望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在礼貌地向你问路 银苏学着他的语气 温柔笑道 你告诉我怎么出去 我就向你许愿 保证是一个你喜欢的愿望 少年似乎在思考 好一会儿抬手指向旁边的白墙 那边有个门 不过需要主管刷卡才可以通过 银苏将断手掏出来递给江琪 江琪立即去白墙那边试 江琪将手贴在白墙上一动 很快就听见 低 的一声 他伸手一推 白墙出现一条缝 他警惕地推开一点 往后面看去 确定后面安全后 这才对银苏说 安全 银苏冲他白白手 将其心领神会 先一步进入门后 那么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少年灿惊的瞳孔看着他 声音温柔似蛊惑 向我许愿吧 我会完成你的梦想 银苏抽出钢管 在少年的注视下 缓缓开口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见不得别人独自受苦 当然是要让如此可怜的你得到自由啊 然后 让 NPC们一起受苦 银苏又觉得自己好善良 不辞辛苦 也要让NPC们有难同享 苏大善人感动得快要落泪 抬手就往玻璃上敲去 玻璃碎裂 少年瞳孔一缩 铺在地面上的根筋 朝着银苏窜去 银苏挥手斩掉这一条根筋 迅速跑向江崎那边 第186章 注梦公司 35 无数根筋 穿透没有完全掉落的玻璃 在哗啦声中绷紧 历见一般射向银苏 银苏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门后 钢管斩掉跑得最快 那几条根筋 用力将门关过去 在门即将合并的时候 银苏看见少年 走 出玻璃房间 站在过道中间看过来 完美的那半张脸 依旧是温柔的善良 而另外半张脸 却是猙獰的不成样子 如同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 可他的眼睛是温柔干净的 因此他整个人看上去 有一种怪异的割裂感 关闭的门安静两秒 随后便是剧烈的撞击声 在那一声声撞击中 门已经向外突起 走啊 惹玩似的银苏 把腿就跑 将棋 钉 电梯门打开 外面准备进来的玩家吓一跳 纷纷往后退开 紧张又戒备 电梯内 植物藤蔓缠得到处都是 地面也掉落不少 混合着绿色的枝叶 让玩家都有种 进入夜间的恐惧感 电梯内还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封批玩家苏敏仁 一个是那个较将行止的玩家 这两个人是怎么搅和到一起的 玩家们不理解 紧张地看着他们走出电梯 两人离开电梯 往同一个方向走了 很快就消失在他们视线里 走到无人的地方 将棋这才开口 你为什么将那个东西放出来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 因素偏头 悲悯道 被公司关在那里多可怜啊 我只是叫他脱离苦海 我真是个菩萨 菩萨要是你这样 那是入魔了吧 将棋吸口气 绷着脸说 他可不一定会感激你 他那么细耍对方 刚才那玩意是真想S死他们 按照对方自己的说法 他应该是公司开展的梦想培育计划的源头 那应该就是这个副本的大Boss 这副本还没过半 他就将大Boss给放出来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要么是他说谎 他不是被公司关在那里 那他们很可能就会被接到消息的 NPC继续追杀 要么是他说的真话 那么他获得自由后 肯定会先杀下面关他的那些NPC 造成一定混乱 NPC之间的关系可不和谐 能利用好的话 对通关副本有很大帮助 可惜 NPC并不会偏心玩家 所有NPC都对玩家怀揣着同样的恶意 不是谁都能支配NPC 无所谓啊 行善之人求的就是一个心安银苏 拿手捂着胸口 像一个得到高人 看破红尘 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好 好一个行善之人 问心无愧 要不是知道你放出来的东西 疑似副本大BOSS 他真就要信了这鬼话 江琪比杜夏心态好 即便觉得他的行为疯狂 也面不改色地接受良好 苏小姐觉得通关钥匙 会不会和他有关 江琪还有心情讨论正事 通关钥匙肯定和梦想有关 而那个东西 自述可以实现任何人的愿望 不管是真是假 应该都可以在他身上获得线索 银苏一拍手 向两边摊开 不知道 下次抓照了问问 江琪要去共享营养液用量的线索 很快就和银苏分开 此时大部分玩家都在三楼和四楼 明显是被难度提升的工作和健身给难住了 磨磨蹭蹭地不愿工作 然而当有玩家发现贴在电梯间里的营养液用量表后 这群玩家才不敢继续磨蹭 耽误时间纷纷开始做任务 或者想别的办法获得营养液 银苏在玩家们发愤图抢的时候 回房间休息去了 躺在床上 银苏思索了下通关钥匙的问题 他觉得通关钥匙应该和玩家培育的梦想种子有关系 毕竟这是玩家一对一都有的东西 规则也特意提过梦想种子具有唯一性 丢失 损坏 死亡都将离开公司 这可以理解为丢失工作道具被辞退 但也可以理解为失去通关钥匙 开花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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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游戏一开始就将钥匙发到了玩家手中 只是这把钥匙能不能用 得看自己够不够努力 银苏爬起来从烧水壶掏几根根筋揪下来 塞进花盆里给他的宝贝加餐 末了还不忘揪着叶子蹂躏一番 你可要好好长大啊 梦想种子 你再这么揪我 我就不长了 第四天除了难度提升 玩家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S了一些外 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事故 地下也没什么动静 没有NPC来找银苏和将其麻烦 仿佛下面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一般 第四天打卡 玩家人数剩余52 晚上不仅有陌生人NPC叫他们名字 还有那些植物化的怪物出现 玩家们倒是已经找出怪物出现的原因是污染程度 所以没有清除污染办法的玩家 只能提前去食堂等着肉丸子 肉丸子有问题 他们不吃都撑不过晚上 还没出现的问题和马上就会面临的危险 他们选择前者 第五天打卡 玩家人数剩余43 第六天打卡 玩家人数剩余36 玩家死得太快 跟在银苏后面的跟班都少了仨 只剩下两个 目前已经不存在玩家小团体 他们分别加入了林飞尘和老周这两波团队中 林飞尘的队伍人数依旧最多 有15个人 林飞尘还学乖了 见到银苏就绕路 根本不给银苏任何发难的机会 除了这两拨人 就是老周那边 他们一共有八个玩家 将其三人团队 加上将于雪和于寒秀就是五人 将于雪这几天一直跟着杜夏跑上跑下地 学习 偶尔遇见银苏会跟他招呼说几句话 于寒秀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怯生生的 跟在将于雪身边 胆子虽小但剩在听话 银苏起初以为这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谁知道将于雪说 他和于寒秀就是普通同学关系 自己就是因为送他回家 才被拉进副本 将于雪是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学生 现在刚进入副本 因此他不愿意抛弃认识的同学 尽可能地帮助他 加上杜夏这个闪电女侠 一直带着他们 只要于寒秀不自己作死 想死确实没那么容易 剩余的四个玩家 加小枯包里江都是独行侠 银苏很少和他们碰上面 第187章祝梦公司36 地下依旧没什么动静 估计是时间还没到 地下的东西受游戏进度限制 上不来 大Boss那都是前期 敲咪咪积攒力量 压轴上场 惊艳所有玩家 但游戏显然没预料到 会有玩家提前解锁Boss地图 银苏本来还想下去逛逛 可惜公司将孙主管的权限 解除了二万主管防他跟防贼似的 见到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根本逮不住 没有主管刷卡 银苏根本下不去 只得作罢 中午 银苏刚到食堂外 还没进去 就见几个玩家站在走廊里 对着墙根指指点点 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吧 像长到什么煤斑 食堂外的墙壁上 出现很多煤斑一样的东西 东一团 西一团 银苏昨天就在一楼角落里 发现一些类似的东西 不过今天二楼也出现了 而且看上去更多 很快玩家们就发现 不止二楼食堂 一楼和三楼都有这些东西出现 四楼暂时还没发现 不会又是什么死亡陷阱吧 有玩家谨慎地捂住口鼻 骂起来 妈的 不会放毒吧 这话显然得到不少玩家的认可 纷纷远离了那些煤斑 生怕是什么生化武器 然而那些煤斑不是什么生化武器 是树藤 虽然很离谱 但它们就是从煤斑的地方开始生长出来 然后往四周延伸生长 第二天起来 大家就发现一楼到三楼到处都是树藤 这些树藤没有攻击力 但它们像吃了催长剂 长得飞快 最诡异的是从树藤上长出来的小枝鸭不是同一品种的植物 怎么分辨出来 树木不会变成绝科植物吧 而这些植物不管是被砍断 被火烧 很快就会重新长出来 银苏下到一楼 一楼比上面更严重 地面 墙上随处可见纵横交错的树藤 就连一些房间的房门上都被树藤侵占 各种植物蓬勃生长 大厅里 被它砍掉的那棵大树已经完全枯萎 落了满地的枯黄叶子树藤缠绕着大树枝干 几乎快要将其淹没 此时看这棵大树已经没有问号 但是现在它一眼看过去 密密麻麻都是问号因为那些树根 这些树藤不会是这棵树 很离谱 但又合理 银苏揪着几根树根喂梦想种子 梦想种子吃倒是吃 但是明显不太喜欢 吃两根就不吃了 不要挑是骂银苏像个范畴的老母亲 成天吃荤 偶尔也要吃点素对不对 我们要营养均衡 已经长到20厘米高的梦想种子 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 叛逆种子不想吃 将这几天长出来的叶片全部合上 完全不搭理他的培育人 孩子总是不听话 气 爸 楼上一声惨叫 银苏看见玩家们飞快奔跑的身影 以及迅速生长的树藤 银苏抄起花盆上楼 玩家们堵在走廊一头 戒备地盯着裹成一团的树藤 旁边长着一簇裕裕葱葱的铺地板 银苏扫一眼四周玩家 锁定一个身影 挪向靠墙的位置 戳戳梨江的肩膀 怎么了 梨江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那边 小声说 有个玩家被攻击了 被包在里面了 银苏挑眉 怎么被攻击了 梨江摇头 也是一脸的茫然 不知道啊 我就看见他突然被树藤袭击 之前玩家不管怎么折腾树藤 和那些长出来的植物 他们都没有反应 谁知道会突然攻击那个玩家 玩家们似乎都没看清诱发条件 每个人都很茫然 是血 银苏扭头看 江崎和杜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后面的位置 那个玩家流血了江崎声音不算低 将四周玩家的目光也吸引过去 目前只要不受伤 应该不会被攻击 目前 也就是后面可能会了 可是不受伤怎么可能啊 对啊 每日健身和营养业任务都越来越难 谁不受点伤 不管是健身运动还是工作 都极有可能受伤 以他们刚才目睹的树藤袭击速度 很难躲开 下面楼层变得如此危险 他们的任务要怎么完成 看这些东西的生长速度 很快就会蔓延到楼上 到时候估计没有哪一层是安全的 完全没办法阻止他们啊 消灭了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明天就是斩业期最后一天 后面难度应该还会提升 一群人越讨论脸色越难看 有玩家去找 NPC试着反映那些树藤问题 想要获得一点线索 不能解决 也最好能抑制住他们继续生长 可是 NPC睁眼说瞎话 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树藤 还严肃地问他们是不是出现幻觉 并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胡说八道 就要考虑辞退他们 要不是知道 NPC撒谎成性 玩家们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出现幻觉了 第七天早上 银苏发现一楼完全无法下去了 昨天还是稀稀疏疏的植物们 今天已然成零 最高的一棵树 已经超过二楼的走廊高度 二楼大部分植物也长至半人高 食堂的桌椅都被缠绕住 它们仿佛进入了森林内部 而四楼 五楼也出现了树藤 正有发芽的迹象 有昨天的案例 玩家们将自己裸露的皮肤 完全遮挡住 走路都得小心翼翼 生怕哪里刮出一点伤痕 被这些东西攻击 这怎么下去 玩家们站在二楼楼梯处 这里已经完全被树藤和生长的 乱七八糟的植物毒死 你说 玩家声音一顿 瞳孔震动 挤出后面两个字 得对 银苏用衣袖垫着 按住缠绕在栏杆上的树藤 轻松翻了出去 抓住其中一棵树 直接荡下去 给它们做了一个正确示范 楼上的玩家 哪里敢随便跟着跳 只是站在楼上 看着被植物烟幕的身影 银苏发现 下面的植物叶子都带着刺儿 不小心就会被扎出血 于是苏菩萨立即抬起手 挥了挥 贴心地转告楼上的玩家 你们还是别跳了 有刺 众人 他们也没打算跳 他以为谁都和他一样 哪都敢冲 哪都敢跳 第188章 住梦公司 37 银苏找到之前的打卡房间 他刚站定 就见楼梯那边一阵电闪雷鸣 哦 没有雷鸣 郊卫从那边飘过来 杜夏踩着一道弧形电光出现 电光荡起的风 扬起他脸颊一侧垂落的头发 冰蓝色的光芒 从他冷酷的眼底闪过 杜夏扭头看向银苏 银苏不知道闪电女侠看着自己做什么 两人无声对视片刻 最后银苏稍作思考 抬手就啪啪鼓掌 很是捧场 杜夏 杜夏看银苏是因为在一群绿色的植物里 那一身黑的女生最显眼 随后又正好和他视线对上 在他的特别定制课程上 老师曾告诉他 想要人觉得自己不好惹 就不能掀易开目光 所以他只好继续看 他完全不明白银苏为什么突然就开始鼓掌 果然他和风批有弊 有杜夏这个前人开路 后面下来的玩家就轻松很多 杜夏甚至把通往打卡房间的路都清理了一下 堪称好人界的劳模 可惜 除了少数几个玩家心生感激外 大部分玩家连个谢谢都没有 也亏得杜夏并不在意 被天赋技能垫得焦黑的植物复苏能力 似乎减弱不少 许久都没见有生长迹象 但这并没什么用 过一段时间 他们依旧会长出来 打卡时间到 万主管直接从打卡房间内部出来 他甚至都没踏出房门一步 站在门口 今天是第七天 我们将检验大家第二周期的成果 希望大家培育的梦想种子都能通过检验 银苏依旧第一个进去 万主管连退三步 生怕银苏对他做什么一般 银苏无声嘲笑他 大步走到机器前 将花盆放上去 每天一个NPC的热血风险很有效 检验合格 但其他玩家没这么幸运 仅剩不多的新人玩家中 有几个都检验不合格 可能是上次不合格 只是让补足 那几个玩家倒也还算冷静 NPC们也陆续出现 待所有人都检验完毕 万主管站在门口 面带微笑 恭喜大家通过检验 那么请各位在第三周期 继续努力为奖励大家的努力 第三周期的初始营养液 已经发放到各位房间 又是个这个把戏 玩家们都有点麻木了 反正拿不到 他们甚至都不想跑去看了 万主管脸上露出一点笑意 随后抛出一句 为了激励大家的积极性 第三周期将启动淘汰制 届时仅有16位实习员工 可以进入下一周期 如果检验的时候 人数超过16人 那么将按照梦想种子 培育程度排名 则有选取前16位 那么请各位继续努力吧 万主管说完 立即退回房间 啪的一声将门关上 玩家 银苏 NPC们没有立即上楼去看营养液 估计也觉得营养液会被偷 跑上去也是白跑 他们眼神古怪的盯着玩家 不时还和身边同伴交流两句 16个人 淘汰至 某个玩家呢男出生 这怎么还有名额限制 有名额限制多正常 我们现在还有30个人 只要死14个人 那就不用被淘汰了吧 你是不是忘了这些NPC 某个玩家无情提醒对方 对 那些NPC和他们一样 也是实习员工 而且他们的数量目前是他们的几倍 那几个不合格的玩家 此时面面相去 我 我们这么办啊 万主管刚才没说不合格的玩家 该怎么办啊 玩家们可不敢说 这次可能没有惩罚 这种话 这可是死亡副本 巴不得玩家死去 怎么会这么大度 所有人都不说话 那几个玩家顿时慌起来 无形的恐惧开始弥漫 万主管没说的可能只有一个他们会死 林哥 你不是说我们听话就保护我们的吗 有个玩家看向站在人群后的林飞尘 林飞尘站在几个人身后 正好可以挡住银苏的视线 他只是看一眼那个玩家 神色轻蔑又不耐烦地给旁边的玩家使个眼色 那玩家立即冷笑一声 我们这几天没保护你吗 可 可是 So 刷刷 树藤从旁边的植物中钻出来 卷住几名玩家和NPC员工 迅速将他们往植物丛中拉去 其中两个没反应过来 被拖进植物丛里才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那边的植物集体抖动起来 像极了巨重那什么 也有玩家被拖拽到地上 死死抠着地上的树根挣扎 嘴里一边大喊 救命 救我 救救我 杀杀杀 玩家们听见四周植物摩缩发出的声音 地上的每一根树藤似乎都在蠕动 玩家们被这变故弄得神经紧绷 根本无人敢分心去救他们 不要动 杜夏呵斥一声 别动 也有其他玩家低声警告 已经准备攻击的玩家被这几声呵斥盯住 他盯着正对面那根正朝他接近的树藤 眼看他越来越近 心底极力拉扯挣扎后 最终没有动手 树藤贴着他脚边过去 卷柱趴在地上喊救命的玩家胳膊 用力一扯 众人只听咔嚓一声 随后便是鲜血飞溅 玩家惨叫连连 剑血的植物如同鲨鱼一般疯狂扑向玩家 玩家最后连惨叫都发不出来 被拖进植物丛中 地上的血迹很快就被树藤 打扫 干净 四周渐渐恢复平静 众人只觉得心底发寒 恨不得长翅膀飞离这个是非之地 NPC们显然也是同样的心情 一群人争先恐后往楼上跑去 银苏和玩家们一起回到 没被植物入侵那么严重的四楼 经过刚才的损失 目前玩家仅剩24人 江先生 接下来三天你最好不要单独行动哦 银苏在上楼前 特意找到江琪提醒一句 你yes 我就上不了学 怪可惜的 江琪 你是可惜我 还是在可惜不能上学 银苏又想了想 不太放心 要不你跟我回房间吧 这种时候 什么男女有别根本不存在 江琪答应得极其爽快 好 第189章住梦公司38 银苏看着满房间的人 江先生 我只邀请了你一个人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 可不负责别人的 银苏明确交易内容 仅是上学名额 可不够他保这么多人 江琪 江琪本也没打算让他们待在这个房间 他们会去别的房间 有玩家已经验证过 可以随意更换房间 没有什么特别限制 你要是喜欢十几个人 塞在一个房间也可以 因此杜夏和江雨雪一个房间 颜元清裴于韩秀待在1319 这样大家都在一层楼 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 其实江雨雪更想和银苏一个房间 不过江琪不允许 不知道是怕他得罪银苏 还是怕中间出事 银苏会丢下江雨雪不管 江琪自然更信任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 不会将自己妹妹放在不可控的银苏身边 分配好房间 江琪也没让他们回去 而是叫上银苏先开一个小会 目前玩家人数仅剩24 但NPC数量至少还在120人左右 可是下一周期只有16个名额 打卡时的排名是按照打卡顺序排的 检验的时候又没有排名 我们不知道NPC的具体培育情况 但是评为优秀的 NPC可不在少数 颜元清温吞接话 也就是说 保证我们都在16名以内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在两天内S掉所有NPC 银苏侧目看向颜元清 这个青年对谁都是和和气气 给人一种很好相处的感觉 结果一开口就要杀全部NPC 杜下的天赋技能应该就是那些闪电 江琪估计是那个爆脑子的神奇技能 那颜元清的天赋技能是什么 目前未知 银苏还没见他用过 苏小姐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颜元清摸下自己脸 不解的看着银苏 银苏唇般念诺下 把不太礼貌的话咽回去 没什么 颜元清点下头 继续说NPC很不好找 想要全部将他们S掉 有点困难 晚上去沙背 银苏撑着下巴 漫不经心道 他们得回房睡觉吧 就算跑掉几个 食堂 健身房蹲两天 还蹲不到这些漏网之鱼 在步行检验的时候守着他们沙背 房间瞬间安静下来 几道目光落在银苏身上 复杂各异 但又隐隐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可行 不善人际交流的度下 从房间角落里发表自己的意见 颜元清也微微点下头 确实可以 将其一锤定音 那就这么定了 将其定好行动方针 分配每个人需要清理的楼层 银苏对这件事不是很感兴趣 以他的优秀程度排个第一不成问题 不过将其要跑出去浪 银苏也只能跟着去了 谁让他是个菩萨心肠呢 约寒秀和江雨雪虽然也在房间 不过两人的意见显然都不重要 约寒秀看着那边讨论的人 觉得自己很没用 又觉得自己与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能活着 都是因为认识江雨雪 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 他们应该也不会管自己的死活 可能早就业死了 死在别的玩家手里 死在怪物手里 约寒秀侧目看向自己身边的江雨雪 念诺了一下 低声开口 雨 小云 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危险 如果我们一起遇见危险 他们会优先救你吧 江雨雪不知道 于寒秀问这个做什么 却是不假思索的回答 不会 他们会优先救 更容易获救的那个 于寒秀愣了下 喂 为什么 江雨雪看向那边的几人 声音沉闷 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可你是江先生的妹妹 就算他是我哥 他也只会做出专业的判断 不会放弃更容易救人的人 江雨雪不知想到什么 脸色一下变得很差 最后吸口气 如果你比我更容易获救 他们会先救你的 于寒秀右手按在左手手臂上 抓脑几下 往那边还在说话的几人看一眼 又看看江雨雪 他低下头没再说话 江琪那边讨论完 便让其他人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等到时间再会合 等其他人离开 江琪将门关上 沉默一会儿开口 苏小姐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不买一送一 江琪没听懂这话 什么 我只能保你不死 别人不行 银苏伸出一根手指 从左边无情地撇向右边 摁江琪坐在银苏对面的床上 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肃目 我不是想说这个 哦 那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通关的可能 我用一个双S和一个S级的道具 跟你换第一个通关名额 另外副本奖励的道具 也可以给你 你想让你妹妹拿天赋技能 江琪点头 没有天赋技能以后会很难 银苏 你怎么确定 我是第一个拿到通关钥匙的呢 也许你们比我先获得 你没必要跟我换 不确定 所以苏小姐如果确定了通关钥匙是什么 希望你能和我做这个交易 银苏抵着下巴思索 死亡副本的第一个通关名额 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 除了获得一件特殊道具外 也就上全球播报的时候 排名靠前罢了 双S的道具却是很难得 她通关两个死亡副本 也才获得一件双S的道具 双S什么道具 将其直接拿出一张卡 怪物召唤卡 可以召唤S及机以上的副本怪物 两种召唤模式 一次性召唤 每个副本只能使用一次 怪物将是全胜状态 攻击时效为十分钟 绑定召唤 则该召唤怪物将一直跟随 但战斗力减弱且绑定后 不可更换 解除 除非怪物死亡 而道具也将作废 限制式只能从自己经历过的副本召唤 银苏微微挑眉 这是个好东西啊 S级以上的副本怪物可是很厉害的 等等 这个S级是指怪物还是副本 万一从S级副本里召唤出来个路人怪物 怎么找 以它的倒霉程度 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第190章 注梦公司 39 S级及以上的怪物 使用办法需要副本名字和编号 以及你能在脑海里 清晰想起怪物的样子 将其直接将使用办法告诉银苏 显然是很有诚意 那怪物可以跟随到现实世界吗 可以 银苏有点心动起来 那副作用呢 不知我获得这个道具后 从未用过 银苏觉得这个交易可以做 一个对他来说意义不大的通关名次 换一个能召唤怪物的SS级道具 要是他能将这个道具转换成他的第二技能 那不是想召唤谁给自己打工 就可以召唤谁 银苏倾壳一声 提醒他 你知道死亡副本是会全球播报的吧 江琪当然知道 但是比起那个受人瞩目的全球播报 能保命的天赋技能更为重要 而且他有自信让人查不到江鱼血 银苏点下套 写合同 江琪道也大放 给银苏又写了一张合同 还将另外一个S级道具加上去 是一个T死娃娃 这玩意在商城售价100万积分 只是一个A级道具 不仅只能使用一次 还不能完全让T死娃娃承受伤害 玩家需要承受多少伤害 还得看运气 可能多 可能少 别问银苏为什么知道 刷到过但买不起 但这个S级的不一样 不仅能用三次 还能完全承受伤害 可见其珍贵 银苏在签字前 重点提醒江琪 江鱼血的死活我可不管了哈 要是确定了通关钥匙 他挂了 或者这个副本曾经被人通关过 其他玩家提前通关的情况 交易自动作废 死亡副本曾经被人通关过的几率 至少在五成左右 就是不知道游戏是怎么算的 这个副本 还不是死亡副本前的通关记录 会不会平移到 升级后的死亡副本上 他们算同一个副本 但又不算 毕竟死亡副本的难度 和正常副本 都不在一个量级 内核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交易成功率其实不高 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 银苏都不亏 好 你还是一个好哥哥呢 银苏签下自己的名字 名字会在他签下后自动隐藏 双方都看不见 游戏在保护玩家隐私上 真的没话说 江琪拿过去签字 低锤的结语挡住他眼底的情绪 声音平静沉稳 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江鱼血好像也不太待见 这个哥哥的样子 这几天能跟着杜夏就跟着杜夏 不能就跟着颜元清 除了集体出现 就没见过他和江琪单独在一块过 对江琪连叫一声歌都很敷衍 你说他家教不好 他对另外两人又是下解长 言歌短 极其懂礼貌 就连对于韩秀这个普通同学 都比对江琪的态度好 则则则 有八卦 英苏觉得自己和江琪不熟 私事不便多打听 只能压下八卦之心 房间里果然没有营养液 所以接下来玩家依旧得自己想办法找到营养液用量 正常副本每个周期的初始营养液应该不会被偷 死亡副本为了将玩家留在副本里做客 可没少花心思 英苏坐在房间里给梦想种子上思想课 保证他身心健康的茁壮成长 江琪 江琪尊重英苏的 爱好 很冷静的和他保持距离并不对他的行为发表任何看法 夜半三更 英苏和江琪出门去集合 度下 颜元清两人已经在门外 江雨雪和于寒秀应该还在房间 今晚的行动他们不参加 就在他们准备分开行动的时候 1305的房间突然打开 黎江从里面探出来一个脑袋 苏小姐 你们干什么去 英苏 杀NPC 黎江圆溜溜的毛子瞪了瞪 大概想明白他们想做什么 小声说 可是今天杀 他们会变成非人怪物 实力增加 更难对付啊 能杀他们一次 就能杀他们两次 英苏笑一声 说得随意 双倍死亡体验 不挺好 黎江想到第三周期 只有两天时间 今晚杀的NPC最少 也要明晚才能出现 而且 NPC并不是每个都在房间里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漏网之鱼 如果明天再开始 NPC应该杀不完 黎江很快做了决定 我能一起去吗 黎江一个人能活到现在 证明他除了哭 还是有本事的 你想去就去啊 NPC是大家的马 苏菩萨善于分享快乐 黎江立即回房间 背上自己的包 跟着他们一起出门 杜夏和颜元清下楼 从五楼往上清理NPC 江琪这边则从13楼开始 银苏很积极地在前面 当个敲门门童 有NPC过来开门 江琪就负责解决掉他们 银苏负责收尸体 怪物NPC的尸体 除非是特殊 道具 否则并没什么用处 因此江琪也不知道 他收走那些尸体做什么 只当是封批玩家的小爱好之一 有的房间敲门无人开 银苏就暴力踹门进去 把里面的NPC摁在床上 问为什么不给他开门 还说人家不懂礼貌 正常情况是 NPC不来玩家房间找茬 就万事大吉了 哪有玩家主动敲门送上门的 所以那些NPC死的时候 都还是一脸的震惊 黎江起初跟在他们旁边看 后面可能是学会了技巧 自己去敲门了 于是银苏就见识到了 小哭包一边打人 一边哭的诡异场面 那小小的身体爆发出来的力量 却极其强悍 能将一米八几的壮汉 NPC死死压在地上 一拳砸下去 银苏都能看见壮汉的脸 直接凹陷下去 嘶 这莫不是个金刚芭比 黎江搞定一个NPC 将他拖出来 满脸泪痕地问银苏 苏小姐 尸体你要吗 黎江可能是有百烂的成分 他根本不在外人面前 掩饰自己流眼泪这种事 他流任他流 哭得越狠 揍得越狠 银苏默默竖起大拇指 指着地上那个惨不忍睹的脑袋 你那小粉泉 是怎么砸得人家脑袋都凹下去的 吃了增强体质的药剂 黎江扯着衣服擦了擦眼泪 我刚进副本的时候 身体素质很差 跑都跑不快 我很害怕被怪物打死 所以后面我特意收集了 能增加身体素质的药剂 课药可成这个样子的 第191章 注梦公司 40 验证过商城里的 药 过多使用后的下场的银苏 可要能把自己刻成金刚八笔 也是厉害 将其目光在黎江身上停留片刻 继续吧 别耽误时间了 有玩家在房间里 听见外面有隐约的惨叫声 还有人走动 敲门的动静 但他们不敢出去看 有个胆大的玩家实在忍不住 悄悄拉开门 想看看外面到底什么情况 谁知他刚开门 就看见隔壁房门口 蹲着一个黑影 地上躺着一具尸体 浓烈的血腥味飘至鼻尖 就在此时 那黑影猛地抬头看过来 玩家无端地脑补了 怪物吃人的恐怖血腥局面 他按着门把授的手一紧 心跳陡然加快 清脆的声音 划破他眼前粘稠的黑暗 嗨 晚上好 我亲爱的同事 苏 苏 玩家半晌也没憋出那个名字 只能用力瞪着那团黑影 他在这里干什么 大半夜的吓死个人 玩家内心却是在崩溃的咆哮 玩家吸口气 退回房间里 将门关上 只当自己没见过他 倒回床上闭上眼睛 迎苏将地上的NPC献祭掉 刚想起身 肩膀毫无预兆地被拍一下 刺骨的良意 瞬间从肩膀传开 拍他的东西还搭在肩膀上 迎苏吸口气 反手抓着对方 用力往下一扯 将人按在地上 膝盖压住对方胸口 在对方想要起身的时候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低下头去 声音阴森 女孩子的肩膀 怎么可以随便乱拍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礼貌吗 抱 抱歉被掐着脖子的人 艰难出声 我没想到会吓到你 掐着他的人更用力 声音更冷 喝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错在哪里 我我 我不 不应该 拍你肩膀每个字 都极其艰难地 从喉咙里挤出来 对 对不起 音速总算松开一点力道 但依旧压着他的身体 沈问道 你是什么人 大半夜在这里徘徊 做什么 是想偷窃公司机密不成 对方积极开口 我是公司的员工李赵阳 你是今年刚进来的员工吧 应该没有见过我 我比你先进公司 算起来是你的前辈 前辈 你说你是公司员工 你就是 我看你更像个贼 音速摁断李赵阳胳膊 在他的惨叫声中冷吃一声 老实交代 你到底来干嘛的 李赵阳疼得额头上汗水 直往下掉 我 我真的是公司的员工 员工证 我有员工证 音速在李赵阳胸前 看见了名牌 上面写着 李赵阳试验区 几个字 试验区 上次在地下也听NPC提到过 试验区 这几个字 他是从下面上来的 音速怀疑那下面 就是一直没有出现的14层 他能上来 应该也能下去吧 原来是前辈 音速松开李赵阳 还将他扶起来 好像刚才凶神误煞 摁断他胳膊的人不是他 我还以为 是什么贼人溜进公司了 前辈 你不会跟我一个 实习员工计较的 对吧 当然 李赵阳一只手 无力捶着 另一只手 捂着差点被掐断的脖子 丝毫不见恼怒 反而夸赞他 你这么警惕是好事 音速语气里都是大义 都是卫公司 李赵阳 音速继续问 前辈这么晚 怎么到这里来了 提及到这个 李赵阳像是想起自己的正事 我是想找两个同事 帮我做一下数据记录 李赵阳看向音速 笑着问 你能帮我做这个工作吗 没有人会向你求助 如果有 请拒绝 前辈寻求帮助 不得拒绝 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规则 哪个是正确的 如果前辈不存在了 那就不存在求助 也不存在拒绝不拒绝的问题了吧 解不开题没关系 把卷子撕了就好 音速缓缓勾起笑容 声音拉得长长的 前辈怎么可以跟我求助呢 将其听见外面有动静 不过音速在走廊上 他肯定能应付 所以他解决最后两个房间的NPC后 才绕回之前的位置 谁知道一过去就看见 音速和一个男人几乎拥抱在一起 但很快两人就分开 音速对面的人往地下倒去 女生的手缓缓垂下 微微泛着寒光的钢管上 鲜血滴滴答答地滴落在地面上 音速弯腰扯下李赵阳佩戴的云公正 想了下 又将他胳膊斩断 为了保险还斩了俩 将其平静地走到音速旁边 略奇怪 你看他胳膊做什么 电梯票 下面上来的 嗯 音速拎着两条胳膊往电梯的方向走 先去实验一下 可惜不管是员公正还是胳膊 电梯都没什么反应 难道依旧要白天才能生效 可他不是晚上出现的吗 还是说需要活着的前辈 死都要死了 他又不能将人复活 音速垂头丧气地回来 正好 黎江也回来了 见音速拎着两条胳膊 也有点茫然 苏小姐 你拎着俩胳膊做什么 音速想着反正也没两天了 下不下去都无所谓 下面的东西总会自己上来 所以他直接将胳膊扔进宫殿里 抬手一挥 下一层 音速三人很快就和杜夏 严元清会合 他们算了算清理掉的 NPC也只有六十几个 还有一半的 NPC不见踪迹 明天打卡的时候 看看有哪些优秀NPC 把他们弄死就安全了 不能全杀完了 得留一些营养液储备 银苏达个哈欠 时间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杜夏凑到江琪耳边 低声说了两句 江琪 苏小姐 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去办点事 银苏倒不拦着他 懒洋洋地说 你要擅自行动 出事业死了 算你自己的 好 银苏对江琪他们去干什么 不感兴趣 准备带着梨江上楼睡觉 然而他还没走两步 脚下突然震动起来 他听见植物迅速生长的声音 阴影从走廊外的中庭漫上来 无数的树藤扭曲着飞上半空 他们张牙舞爪地抓住栏杆 攀爬上墙壁 顶穿地板 冲向更高一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